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看欧元 欧元发现昨天跌幅开始减慢 既然已经进入调整 现在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何将一些比较确实的目标量化 甚至去到更加时间段去划分 有时候有些东西可以用得到 例如现在看到欧元做调整 其实欧元如果真的要调整 会调整多少才够呢 或者多少才够合理呢 我又告诉大家 又有方法去找 你可以从整个欧元的上升趋势去看 因为欧元这次调整之前 其实是经过几段上升趋势 才到11.140这些位置 所以现在这个调整 如果要宏观点去看 它已经是第四段调整 你可以比较前面的调整 调整的幅度 所以让我们从容量化变成价格去理解 这个就是我们经过每天的观察去看 如果现在看欧元 你可以计算 调整的调整要多少 我怕大家会觉得很多 但可能过多几天就不觉得 是1.1180 即是大约200多点 可能我们觉得很多 不过如果你在日线图看 你会发觉原来欧元上半年到 升了1,000点 风水会骗你十年八年 所以我经常说 为何说反弹 我会预有1,000点才叫反弹 当然这些不是定律 所以你可以抽情 看看日元 日元第一件事要跟你说 现在立刻沽 沽回美元对日元 其实你又看到 它在行第二段调整 其实昨天可能是做了顶 所以有机会 今天应该会穿昨天的日落 这个榜同样的意思 也是有好价才做 这里画了一条线 什么是好价 1.260 买 瑞士法昂 已经反弹了 不过现在我又会建议 大家又是反转 他出了第一段反弹 大家如果看得节目多 其实你应该会知道 某些逻辑和节奏是什么 我们未有反弹便博他反弹 有了反弹便博他调整 博完调整便博他有第二段反弹 其实是有一下一下这样做的 那你怎样去接进去 现在你看到瑞士法昂 已经出了第一段反弹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 就博他反弹原调整 即是跌 即是美元对瑞士跌回 那什么是跌好 那当然是昨天的day high最好 昨天day high如果再给你拿到 又算不算跌 这些东西都要想起 所以大部分欧洲货币 我都建议大家先博他反弹 澳洲指昨天跌了两跌 澳洲指昨天跌了两跌 澳洲指走得多漂亮 刚刚两段一比一 应该又持续澳洲指 又是 昨天最低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持 到夹指 到夹指 夹指有点跌 昨天夹指再做了一个新低 去到1.2912 这样破功了 我记得早几天一直告诉大家 1.2960是日月的起点 现在穿起点了 美金又是 美金又开始有高位回吐 整体上今天会先买美金 做多少调整 再做第二段反弹 看看我们可否每个货币 找到比较合适的博拒反弹位置 刚才也有提及 但详细应该是甚麽价做 记得去Skybyland的Facebook专页 以及我们的YouTube 便会收到我们的策略 今天节目先做到此